昨天中国好声音哈林祖决出了四强 大伙看看我身边的这个李维珍 虽然被大山给PK掉了 但是大伙对他的身份是相当的关注 李维珍自称是哈林祖的小王子 可是网友发现这个李维珍 他的身份可不像他说的那么头顶王子的光环 身材不高 眉角有志 除了外形令人印象深刻之外 他的歌声也打动了现场评委和观众 特别是他哈林祖小王子的身份 也勾起了不少网友的好奇 在不少的论坛当中更是发起了掀他老底的旋风 有网友表示 历史上的哈林祖连国都没有见 何来国王 没有国王又哪来的王子 既然不是王子 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有网友爆料 说李维珍其实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 也有网友说 他是云南一家音乐工作室的签约歌手 而且这家公司的老板还是个亿万富婆 李维珍和他的关系好像还不一般 李维珍这次来参加中国好声音 很大程度是依靠这位女老板的撑腰 对此这位女老板回应说 自己确实和李维珍一起经营一家文化工作室 而且还有三个人一起合作 至于亿万富婆 自己绝对算不上 而目前的最新消息是 李维珍已经签约了灿星文化 也就是好声音的制作公司 除了李维珍之外 自称是服装店女老板的魏宇诺 其身份也遭到了网友的质疑 在节目当中 他一直声称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平常就是有空的时候不停地唱歌 而有网友所爆料 原来魏宇诺曾经师从北京现在音乐学院流行演唱学院的院长学习声乐 还曾在好几个音乐选秀活动当中拿到过名字 不光如此 他还是成天娱乐的签约艺人 面对一个个选手身份被揭穿的局面 观众们可有点不干了 认为选手们自己编造的一个个好故事 明显是在欺骗他们的感情 不过专家对此则表示 舞台和生活毕竟不一样 选手的做法也许会有不妥 但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而对于观众来说 渴望真诚没有错 最重要的是分清舞台和现实的差别